好,那這個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特別的囉 那這個怎麼樣說特別呢? 首先先謝謝我們的贊助商冬傑 謝謝冬傑 謝謝冬傑提供我們昨天他飆到的這一款 叫做TT的什麼? A.I.Control 因為他好像不是英文 對,是意大利文 好,那這個翻譯叫做 他意大利文的意思是什麼? 相反的意思 那我們中文也把它翻譯得很漂亮 代理商很厲害 叫反之亦然 是你取的還是代理商取的? 沒有啊,沒有人取啦 沒有人取啦 是這個西班牙文翻譯成 我覺得反之亦然是大陸的方法 意思是說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反之亦然的意思 那不僅名字特別,連瓶子都特別喔 我們怎麼樣說它是反之亦然呢? 正常我們100ml就是這樣 對,正常的 來給鏡頭大家看一下 正常的TT應該都是上面是蓋子嘛 然後下面是容量 容身 平身 對 給大家看一下,上面應該是蓋子 下面應該是香水的 香水在這裡面 對不對,多半是這樣 正常來講的話 對,那但是它名字叫反之亦然 所以正好反過來 對,小心點 現在這上面是蓋子 下面才是香水 所以它這一瓶只有50ml 對,這一瓶就只有平底的香水在這裡了 50ml 給大家看一下 而且它不做100ml 它只做50ml 對 太特別了 50ml 哇,酷耶 從 這個叫做 把自己顛覆了 對不對 我昨天 在直播的時候 看到這個 居然反之亦然是把它倒過來的 我覺得實在是很有心意 對 他也沒有說把它弄比較矮齁 沒有沒有沒有 他就用原本的那個 只是它反過來做 對 對,很有創意啊 對 這牌子 正常的 那我們剛剛是 這個西班牙的翻譯是 翻成中國的 中文的意思是 反之亦然 反之亦然 OK 可是它這一瓶 調香的概念是 我們年輕的時候會想 離開家 出外去 冒險 追尋自己的夢想 對 其實 可是很多人 出門追尋夢想的 路途當中 其實 最後你還是會回歸家 哦 這個叫做那個 出去又回來的那種感覺 繞了一圈之後又歸鄉了啦 對 鮭魚嗎 對 鮭魚返鄉 你出去闖了一圈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你在尋找的原來就是你 從小 對 成長的那裡 你知道為什麼對這個特別有感覺 你剛剛講這個 因為我看國家地理頻道的影集 就有一集專門在講 這個所有生物的遷徙 最後都是為了返家 去 包含這個海龜 他們繞了一大片整片的海洋 事實上他的一生就是大概繞這一片 然後就在這個 在這個島上 為什麼會特別回到這個島上呢 因為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嗯 然後就在那邊結束他的一生這樣 所以他有點這名字有點就是告訴你說你 你所有的旅程 其實你為的都是要回歸 對 是 哇 那個 所以鼓勵在外遊蕩的青年 記得要回家這樣好不好 所以他用 他用 我覺得要聞一下他的香調 他說他想要用那個香調去表現出 當然旅程當中你看到的所有的冒險風景是 一定是華麗多變 但是他想要展現的是 當你歸來的時候 你自己跟你 身邊所有的一切的那個親密感 不管你是 對外看險看到新的事物 還是你 原本就親近的人 其實 所有的連結都是 親密的 喔 好 太特別了 那我們趕快來聞一下 這一隻反之亦然 好不好 你有試過嗎 我從來沒試過 沒有 昨天晚上 昨天有試 你剛剛是試這一邊吧 你今天有試很多嗎 沒有啊 我今天都沒噴 你剛剛試這一邊 你現在是不是要噴那邊 是嗎 你剛剛噴這一邊 我怎麼覺得整個鼻子都是 這裡 剛剛那個味道太強烈了 對啊 都在你的鼻腔裡 都在你的鼻腔裡 Initio真的很強 對 這樣子我會 我會 如果這樣太強的話 我會反之亦然 很被影響 哈哈哈哈 這裡已經沒有 這裡 反過來也是一樣 好 這邊 謝謝 應該先這一隻齁 這一隻感覺好像比他慶幸 這我好像去了麵包店的感覺 嘿嘿嘿 我昨天聞到 我就印象中 它就是 一開頭那個可可的味道 對 整個出來 是啊 所以我說很像在那個 烘焙坊 麵包店的感覺 嗯 來 說說說說說看 但它有烏木耶 嗯 你有聞到嗎 沒有耶 我有 但是我聞到不是烏木的木頭香 是烏木的那個腐蝕感 嗯 我聞到的是有點甜甜的 對 因為它又放了麥芽 又放了可可 所以那個烏木就變甜的了 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香料表 香料 那邊看香料表 你可能會比較有感覺 然後我們在邊討論說 這一隻呃呃呈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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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 蒸果咖啡,檀木,安息香 OK好,那果然這個一開場確實就是很有這種烘焙坊的味道 對對對,厲害 這有麵包跟蛋糕的地方 安岩可可 來讓兩位多形容一下 我覺得它是清爽,我覺得我們最近聞的美食調都是清爽舒服的美食調 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美食調 對,我覺得是會把它定調在美食調 這也是清爽舒服的美食調 而且雅順跟我說最近他從去年寫十月寫的美食料文章之後 後來整個市場就開始大家都很非常喜歡美食料 就會更去嘗試它吧 好像大家是不是生活壓力比較大 美食料可以放鬆調節 對可以會讓你心情愉悅 然後也比較放鬆 因為甜甜的感覺反而就會讓人覺得 就是我們以前吃甜食就是說 欸心情不好的時候吃甜食嘛 你吃了甜食之後就會有那種開心的感覺 那開心的感覺這個感覺會停留在你的記憶中 所以你在之後你再去聞那些就是美食料的味道的時候 你會去引發你那個開心的音質出來 即使你不是真的吃 對也是會有 我覺得先連結啦 嗅覺會影響你的 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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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很像我們說 這個 人家說音樂是一種心靈的治療嘛 音樂治療 那事實上我覺得食物也是 對 食物香水也是 那其實 嗅覺味道也是喔 你有沒有發現這都是感官的 你有沒有發現我們這個 就是會影響到你的無感的 其實都會讓你的 就是你覺得聞了好聞 然後就是開心 對 那你聞了不好聞 就是不喜歡臭 不喜歡臭 你就會不開心 對 就是很直接的反應 很直覺的啦 對 所以為什麼說聞那個香味 對每一個人都是很主觀的 對 因為每個人喜好真的就是會不一樣 對 我覺得很香你可能覺得 嗯嗯嗯還好 對 對 嗯嗯嗯嗯 我還聞到一點榻榻米的味道 是不是 啊他們昨天 也有人這麼說 對嘛齁 他的前面的可可 稍微就是比較淡之後呢 他就開始有那個後面木質的香氣 就是那個蘭花的味道出來 然後柔和 柔和的木質感 中段是柔和的 中段是帶花香的柔和美食調 嗯嗯嗯嗯嗯嗯嗯 塔塔米 在塔塔米上吃 甜食的味道 這個感覺 嗯嗯 很像比較日式的這種 還蠻貼切的 很像去 有畫面呢 對去京都 去京都的這種 古老的這種 對 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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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那個日式甜點 對 一小 一小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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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種 然後上面可能是抹茶之類的啊,對不對? 對,然後桌上還有放一盆花之類的 就是有一點點花香那種感覺 好,那你覺得,來Sindy,你覺得這一支 你會在什麼時機的時候用這一支? 我覺得很適合下午耶 就是你可能吃完飯之後 下午不管你是有上班或是沒上班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就是很適合 就是可能有點想睡覺了 然後就是又想要就是讓心情開心一下的時候 也可以配一下這支 然後提振精神之外 又有那種就是開心的感覺出來 OK,那因為我們上次拍的是 西爵夫的Cosmerati他的這個李拉 李拉我覺得他就是歐式的下午茶 歐式,對對對 那我覺得這一支是日式的下午茶 我覺得這兩支真的有異曲同工之妙 都是給你很... 不過那一支的放鬆是比較高級的 是 這支可能是因為是義大利人 營造法國人跟義大利人調出來的氛圍 OK 那一個就是很細緻的 對 這一個雖然也是柔和的 可是他就會比較有義大利人住海邊的那個 框管的那種 我會講個性不一樣的 對 一個很細膩,一個是比較... 大放大明 熱情 可是他已經是不算熱情 他就是舒服的 他要營造那個 譬如說 就算你很久沒回家了 你還是跟家人是親密的 家門永遠是為你開的 對 如果是跟李拉那一支比的話 因為李拉那一支 那就是很明顯甜的檸檬蛋糕的感覺 那這支我覺得他可能比較不像蛋糕 他比較像可可餅乾之類的 對,我覺得那一支很像的就是 如果兩個不同的女生 一個就是穿著高貴的精品服飾 喝的笑容 裙子 這個就是很像你在海邊 然後看著海 然後吃著甜點 OK 一個是在飯店裡 一個是在海邊 對 餐廳或是什麼 或是在日式的 那個 就是 不同的環境裡面 對 對 但都是舒服的 是 他想來杯咖啡 OK 好 突然想吃下午茶的嗎 突然就會想咖啡來片 歐式餅乾 OK 那學姐會用在什麼樣的場合跟時間點嗎 想讓自己心情愉悅的時候 對 想讓自己心情愉悅的時候 對 然後 對 如果你想要有一點 同樣是下午茶的氛圍 心情好的 這種 比較沒食調的 一些甜感 那我覺得這一隻 李拉是很明確的 就是蛋糕甜點嘛 對不對 那這一隻算是比較 算是 氛圍式的 比較情境式的 嗯 甜點的感覺 對 還是有所差別啦 對對對 我應該會穿著他去 跟 譬如說是要跟朋友出遊去 某個景點 嗯哼 的時候 出 出遊的時候 我會噴這一隻 出遊的時候 好 這也是亮亮的耶 對啊 你看 他雖然聞起來很柔和 但他的精油比例是 好的 對 他應該是可以很持久 對 OK 這個 家裡永遠是溫暖甜蜜的 嗯 等你回家這樣子 嗯 好不好 那我們 前吊先介紹到這邊 待會兒回來 可能又有所不同 是 我們再來 研究看看 待會兒見喔 好 拜拜 鮪魚返鄉回來了 反之亦然 反之亦然現在厚調 在你們身上怎麼表現 學姐先 嗯 我覺得 他有 真的有畢爐燒柴火的 那種很溫暖的感覺 有 嗯 但我 我現在還蠻甜的 真的嗎 我現在還蠻甜的 我現在整個呈現的是 滴滴 對 可是他的甜 不是那種很 臭你鼻子的甜喔 嗯 但是你靠近 因為可能是真果 就是你很貼膚的甜 嗯 是貼膚的甜喔 不是那種沖出來 嗯 乳紋就覺得很甜 不是 他是 真果那種甜 會讓你覺得 洗完澡 擦完乳液之後 那個很溫暖的甜 嗯 或是 就是 在 炉火 畢爐火 旁喝一杯 欸 我覺得這個 比較適合喝奶酒 哈哈 嗯 在 畢爐火 旁邊喝奶酒的氛圍 有 有像 嗯 好 那Cindy呢 Cindy現在這隻在妳的 身上厚調怎麼呈現 它現在的味道已經就是比較 趨於那種真的是 淡淡的木質香 但不是木頭那種 就是 榻榻米那種的 比較像躺在 榻榻米上的那個香氣 是 是 很滿放鬆舒服的味道 對 就下午偷睡個午覺的 對對對 偷得福生半日咸的味道 嗯 我知道為什麼 對 你們會有塔塔米的香氣的 歐洲的鄉下 那個草是乾燥的草 嗯 乾燥的草也是這種香味 哦 對啊 就是很像你 穿過田野 走到那個木屋 回到家 門打開 因為歐洲很大嘛 嗯 它可能乾掉的草就是這種香味 是 嗯 香甜甜的感覺 一芬糖還在 嗯 那我現在應該還是 日式塔塔米的下午茶 香煎的下午茶 嗯 那它的甜 它的甜感又在下滑了一些了 嗯 但是你依舊可以感受到 它給你下午偷閒時光的愉快感 嗯 真的 如果你想要 覺得今天 欸 所以 偷個懶一下 這個有點賺到的感覺 我覺得這一隻味道就是這樣的形容 嘿 我蠻常做這樣的事 所以 對 我蠻常做這樣 所以我特別可以形容 特別有感 對 OK 好學 所以這一隻 對 所以這一隻 反之意然 嗯哼 你會把它放在什麼樣的調性 對 美食 美食 美食嗎 OK 那美食 舒服的美食調 對 那美食調 好 0到10 0到10 9.5 9.5 9.5 OK 上次里拉你給幾分 10分 OK 好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 因為它是比較 它更細緻 對對對 它比較像日本式的細緻 嗯 對 它前中後段的香味呈現 是細緻的 對 那因為 可是因為是 里拉是 西爵夫 是法國 義大利 也是義大利 哇那兩個真的 不一樣 這可能住海邊 所以它調的感覺跟那個 我覺得他們家 不會用這麼細膩 可是它是用一個開闊式的方式 去把香味呈現出來 那這一隻 算是 它幾隻作品 以前我們拍過幾隻作品裡面 更柔和的一隻 因為它的美食調是溫柔的 對 然後不像前面的美食調都是很張揚的 你一定會 它要很明顯的讓你聞到那個 熱情又分放的甜點 它不是 這個是舒服的 這個很像你真的在家裡頭 自己家人吃的甜點 不是你外面放在櫥窗裡的那種甜點 那你這樣講就更貼切了 對 你會覺得這個味道就是 你想抱著它睡覺的那個香味 是 是 OK 好 甜但是不膩的感覺 對 好 那Sindy呢 Sindy覺得你會定調在什麼調 美食調 一樣美食調 對 然後8.5分 怎麼說 也是蠻高的 因為我對美食調比較不太懂 不偏愛 對 很高分就給到9分 8.5也蠻高的 也算高的 對 然後它就是很舒服的香氣 對我來說 而且它後面已經比較其實沒有像前面一開始的時候那麼明顯的可可啊 那種美食的感覺 然後後面已經比較轉變成就是一種氣氛氛圍的那種 對 那種 應該說下午茶那種悠閒氣氛的感覺 嗯 嗯 另外又帶有那種輕鬆感 是 對蠻舒服的 OK 好 那對我來說當然也是很明確就是美食調 我覺得它走的就是日式的風 日系風格 而且這一間下午茶絕對是在鄉間小路 是你Google定位找不到的 好 秘境咖啡這種 好 那它你是坐在榻榻米上面 品嘗這個美食 品嘗這個下午茶啦 那吃了下午茶之後 就差不多血糖 血糖恢復之後 然後胃開始運作 然後你可以躺在榻榻米好好休息一下 好空氣 對就空氣了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支反之亦然 嗯 特別特別的香水 從包裝到它的香氣都是特別的 對 好 OK 謝謝東傑 謝謝 分享給我們 拍這支影片 感謝 歡迎 現場沒得嘗試 喜歡的要加一 對喜歡的要加一 趕快加一 只剩正裝 好好 OK 這是給所有人看的 好 那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